堅決反對台獨分裂活動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是逢中國慶祝十一國慶 國家主席習近平 強調堅決反台獨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 近日受訪時就指稱 北京最終將侵犯臺灣 問頂白宮寶座的川普 在九月中旬接受華盛頓郵報 專欄作家迪森專訪 強調中國攻臺 還不會在他的任內發聲 但直言兩岸終將一戰 認為臺灣應在未來四年內 提升軍費至國內生產 毛額 也就是GDP的百分之十 儘管臺灣目前的國防支出 約佔GDP的百分之二點四五到二點六 已經超過多數北約成員國 川普抱怨各國國防仰賴美國 八月份更曾揚言要臺灣付保護費 立刻遭美國國務院反駁 中共對臺挑釁沒停過 包括川普總統任內曾擔任國安顧問的 歐布萊恩也曾指出 臺灣國防支出 應增加至GDP百分之五 但如此高比例的國防預算 不僅連軍國主義極權國家都做不到 更勢必大幅排擠其他預算 尤其川普對臺政策反復 以為要求支出以軍費為先 恐怕不是信口開河那麼簡單 三地新聞 金水會報導